各位堅鳥網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工程會的立法會議員 麥美娟 2020年確實是很不平凡的一年 有很多大事發生了 好的當然就是國家安全法的實施 讓我們可以走出去黑暗 我們的社會可以恢復秩序和安全 但是在未來的一年 我們也有很多條件的工作要做 包括《基本法104》的《本地留法》 《國規法》《國旗法》的修訂 還有要做好《國安法》第十條所說的 《國家安全教育》 要培養我們市民有國家安全的意識 因為要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我們市民只可以在香港安居樂業 至於數不好的事 當然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在過農曆新年的時候 當時大家都沒有想過 這個疫情會持續這麼久 也影響會這麼深遠 誰知現在疫情過了一年 仍然未見到有壓止的跡象 而且經過1、2、3、4波的疫情 令到市民生活大受影響 一些我們平常都會做的 和家人喝茶、和朋友吃飯、唱K 甚至女士去美容院做化妝修嫁 這都變得很困難 在疫情下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但最重要的是經濟受到影響 我們市民失去了工作 失業率創了16年地的新高 而很多花景家庭因為通關無期 令到他們和家人分隔兩地 大家都受著很多開心 我們很希望在2021年 隨著第一季疫苗到了 我們可以接種疫苗之後 疫情能夠受控 經濟能夠復甦 通關有期 我們市民生活可以回復正常 大家都可以脫下口罩 塗唇膏見到我們開心愉快的笑容 祝大家有一個開心愉快健健康康的2021年